好 来看到这场景 到底是要呛黑道还是要叫大哥呢 日前白狼张安乐不是在立法院前 冲骂民进党民意代表 白天骂黑道晚上叫大哥 没想到昨天晚上在台南市一场晚宴上 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就这么巧的遇上了白狼了 他是逐桌的鞠躬敬酒 就进到了其中这一桌的时候 猛然抬头一看 看到了竟然是白狼 那么白狼也站了起来回敬酒 这场面一度的尴尬 黄伟哲是后晨清 他可是没有向白狼鞠躬 也没有叫大哥 之前到立法院呛完学生 白狼张安乐再度现身 这是11号晚间在台南新营的一场商业晚宴 白狼人气高 上台致辞 还有人抢着合照 不过这个画面出现可就奇妙了 右边坐着的是白狼张安乐 还两手抱胸 左边鞠躬敬酒的 不正是民进党立委黄伟哲吗 之前白狼的呛瞎名言 白天骂黑道 晚上叫大哥 骂的就是民进党明代 如今还真出现这样的画面 但目击者帮忙解释 说黄伟哲根本不知道白狼就在现场 我们完全事前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说白狼会在座 当我们足够敬酒进到张安乐那一桌的时候 也没有人提醒我们 包括主办单位也没有告诉我 这个是没有介绍说这个是张安乐先生 这个是黄伟哲立委 都没有人介绍 看看照片中 黄伟哲双手拿酒杯先低头鞠躬 白狼也站起身回忌 接着黄伟哲抬头看到白狼 似乎愣了一下 也没有特别互动 就继续走往下一桌 他事后澄清 不是跟白狼鞠躬 也没有叫大哥 但也说就算知道有白狼 他也照样敬酒 因为是公共场合 又不是跟帮派私下聚会 黄伟哲先生 曾来到我们全国众会 特地去派行政 我也很客气 他跟张安乐总裁 并没有特别的互动 根据了解黄伟哲表示 除非党内以后要求不能向白狼敬酒 到时候再说该怎么做 但对照日前立法院的情景 白天互相呛下对骂 晚上还 亲平气口 吃饭 算不算印证 骂人民言 接下来关张谈的报道